草野芹的創新 還不只那種冰山一角式的隱私法 還包括一個前所未見的 那個叫做戲秤 就是用戲曲 那用這個戲曲主要是指 他的那個巨名跟他的那個戲目 主要是就這個戲的 或者是巨馬的名稱 主要是就這個名稱來望聞生意 然後透過一個組合來呈現出一種 對於賈府集體命運的預告 好 所以我下面就做了一個整理 那當然說來話長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我後來還是整理起來 我想給你們直接有文字參考會更清楚 延續剛剛的那個話題 因為同學們對於什麼席人啊 寶釵啊 大概都有很多的好物 各式各樣的根據 那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請你們注意對儒家的思想來講 那個叫做理不下庶人 第二句你們應該都會背吧 是行不上大夫 這個呢說實在就是對於知識分子 對於受獲教育的人的一個優待 那但是呢當然對於庶人 他們也因此比較寬鬆 所以就理不下庶人的這個標準來講 請你們注意喔 他們對於平民百姓的那個禮教的要求 事實上是絕對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他是非常寬鬆 那更不用講連庶人的身分都不及的 是被當作物品 被當作動物一樣來對待的那一種 所謂的見極 也就是所謂的丫鬟背 所以你們真的要注意這一點 這個差別真的很大耶 你們如果不把這個差別實實放在心裡面 對於《紅樓夢》中有很多的情節 你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例如你就會說薛寶釵是在嫁禍 可是薛寶釵真的沒有嫁禍 第一個這個根本不可能有禍 為什麼 為什麼 嫁禍相關的對象是不是一個是林黛玉 一個是小紅 林黛玉是大家閨秀小姐 是如金玉般珍貴 賈母心中的寵兒是心肝肉 好 那一個是小紅 小紅要不是為了後來有一些發展 我們作者特別在二十幾回 給了他一些篇幅 這個人不過是二三等的丫頭 你根本不會不可能認識他 了解嗎 這麼身分懸殊 怎麼可能會嫁禍呢 那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那個階級概念 尤其還有所謂禮不下素人 或者是他們貴賤之間 他們地位懸殊所造成的 不同的一種對待方式 這個全部都要放在心裡面來考慮 不然你真的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那這個一定要請你們好好的記在心裡面 那是一個有著階級觀 非常嚴明的世界 那當然不公平 以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每個人在法律上 在價值觀上面都是平等的 這也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 政治上很多革命烈士 拋頭如灑熱血所追求的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向 我們今天也果然有一些成果 讓我們感到慶幸 可是這是一回事 我們要去了解 活在那個封建禮教跟階級制度 很嚴明的世界裡的人 你就要用他們的那一套東西 作為背景 才能夠好好的認識他們 要注意這是兩種不同的範疇不能混淆 那既然我們是要好好了解紅樓夢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知道 紅樓夢所在的那個世界 是什麼樣的世界 所以禮不下素人 請你們特別特別放在心裡面 因此所謂的男女關係 對於素人甚至對於丫鬟 好 奴仆之間的那個要求 你甚至可以感覺到 幾乎是沒有太強烈的要求 可是如果面對的是大家歸秀 或者是貴族的少爺 那就是攸關生死民節的那個重大災難 你們聽懂得懂這個差別吧 所以什麼樣的事情 該做什麼樣的判斷 做什麼樣的定位 你必須要回歸到那個 那一套文化制度裡面 才能夠有一個精準的掌握 這個是跟大家再做一個補充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第三個 所謂秤的一個這個表達方式 這也是曹雪芹的首創 那我特別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心得 那個心得呢 就是請你們看一下講義第二頁的下面 我們做了一個說明 那麼就是這個戲它必須被安排在一個 符合現實邏輯的背景底下 讓它很自然的出現 但是這個自然的出現 又透過作者別有心裁的安排 然後就跟它全書的一種秤的氛圍 能夠吻合 那什麼樣子的現實原則 可以讓戲、木、巨、馬的呈現 是很自然的呢 那就是所謂的節慶之類的一個場合 那所謂的喜慶場合 就包括慶生、賀壽、或者是拜神 那大概就是這樣的場合 以這種貴族世家而言 那就是他們理所當然要請戲班子 尤其是他們自己家裡去養的戲子們 那麼就在這個現場他們其實就可以粉末登場 然後來進行各種表演、娛樂 那這個是貴族世家才會有的財力 因為你要養這樣一大批的人 那說實在的都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夠支撐 那所以以這個貴族世家而言 當然包括皇室 他們通常就是在喜慶場合 就往往就會有家裡面的戲班 或者是外面請 然後來做各種演出 這基本上就是娛樂 然後來景上天花用的 所以你們也知道 賀家是不是也續養了一批女戲子對不對 其中還有一些重要的戲份 那我們以後再說 總而言之 那麼在這些慶生、賀壽、拜神之類的 喜慶場合中呢 那作者常常以這個三出為主的那個戲碼 來依序演出 所以一定要依序 因為那個順序的排列組合 基本上都是分別來對譯 跟賀家的這個集體命運相關的不同階段 也就是賀家的命運是以一種直線型的這種時間 而有了變化 直線型時間是從過去、現在跟未來 這個三個時代所構成 而賀家的命運也一樣 在這樣的一個順時單向的進展過程中 賀府也有了造姬跟榮聖 以及衰亡的運勢變化 或者用佛教的這個語詞來說 有成然後住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壞空 那大概就是以這樣一個三階段 來進行對賀府集體命運的一個預告 那麼說實在的啦 以這個現象來講呢 我們下面是要做一個很系統性的整理 那麼在這個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真的是感慨萬千 因為《紅樓夢》獨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小地方 我們現在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那就是你們都知道那個曹月芹是才高八斗吧 他駕馭那麼多的人物 然後四百多人每個人各有面目 各有他們獨特性 那老實說這已經非常困難 他們彼此之間還要組合到 這麼樣順暢這樣的天衣無縫 那進行這樣一個整體有機的 又渾然天成的展現 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度的 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那更不只如此 他幾乎沒有重複性可言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直不斷推成書信 你一直不斷的讚嘆 裡面簡直是不斷的趨近通幽 然後讓你別開這個生命 看到完全你想像不到的那種新的進展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就注意到 竟然全書當中有三個諺語 或者是成語或者是俗諺被反覆用到 老實說這個是滿罕見的現象 因為曹雪芹他對於文字語言 對於人性的豐富對於這個世界的千姿百態 掌握到簡直已經超越我們凡人的那種 單純跟簡化的一個境界 我們完全不可想像的地步 但是竟然有這三個諺語是反覆被用的 那各位你們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千里搭長棚 沒有不散的宴席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都還在用的對不對 因為就是無常嘛 真的生死容枯 那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能夠 坦然面對的一個存在的真相 那《紅樓夢》是講一個家族的新王 當然更是感慨萬千 除了這個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是割脖折在秀內 那麼我要考你們喔 這個你們回去都要讀得很熟喔 那麼第七回用到割脖折在秀內的人是誰 講這個成語的人是誰 如果連這個回答都不能回答出來 就表示你們讀得不夠細喔 回去要趕快做功課 是焦大 焦大在罪罵的時候呢 是因為涉及到寧國府很不堪的 那一種亂倫罵有沒有 然後才說咱們的割脖折在秀內 怎麼類似這樣的話語 那當然這個就請你們注意 是焦大罪罵寧府最不堪的 而且導致所謂的那個家業蕭亡 有沒有 實在名要注意 這導致家業衰亡的一個末世的徵兆 好 他用割脖折在秀內 那麼第七十四回 你們知道是誰說的嗎 王熙鳳 是 王熙鳳 那對應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不是其實就是傻大姐撿到秀春囊 那怎麼辦 大官員都是那種未出嫁的 千金小姐住的地方竟然出現這種東西 秀春囊是什麼知道嗎 有人要誠實一點喔 不知道的就搖頭 不然我就假裝你們都知道了 就不講了 好 很多人就拚命搖頭 好 秀春囊就是指呢 一種婦女使用的裝飾品 好 那既然叫做囊嘛 那當然就是布料做的 當然就是會有不同的品質 但是呢 它基本上上面就是秀著春 春是指春意 就是春宮的內容 那上面秀的大概就是蠻不堪入目 跟男女色情有關的東西 那某個意義來講 那個其實就是 歸房中住信用的東西啦 那男女之間他們交換信物 或者是比較私密 大概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請問你一個都是未出嫁的 乾乾淨淨的千金小姐所住的大官員 竟然出現這樣的東西傳出去的話 會有什麼下場 理不下樹人 可是他們不是樹人 所以要告訴我這會有什麼下場 你們知道王夫人在那個情境當中 是不是悲憤到眼淚都掉下來有沒有 仔細去看第74回啦 他真的是擔心害怕到眼淚都掉下來 所以他對那個王熙鳳會指控的那麼嚴厲 就是因為他在一個很極端激動的 而且非常優劇的這個情緒之下 所以他是不是首先就先錯怪了王熙鳳 對不對 玉絕只有你有可能 可是王熙鳳當然後來說了一番道理之後 也說服了王夫人說不是他的 那確實不是他的 那你們就知道為什麼這些事情會那麼的嚴重 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王夫人都點出來了 傳出去的話還要做人不做人 要命不要命 這是跟生命攸關的事情 跟民潔有關 而這個民潔就大家歸秀來講 就跟你的生命是等價的 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禮不下素人這個邏輯 這個原則你們一定要時時刻刻放在心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要萬一傳出去 真的不得了了 所以怎麼辦 一定要解決嘛 因為既然有1是不是就會有2 可是這種東西進來之後 接下來接二連三的話 那這個大官員簡直這些小姐們 都不用活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去查怎麼進來的 然後怎麼去防堵 所以他們接下來是不是才是要操檢大官員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樣一路講下去 會一直節外生枝 不過沒辦法 我還是要提醒你們 當王夫人跟王熙鳳面對這樣的問題 這麼嚴重的大問題的時候要解決 事實上王熙鳳首先主張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操檢嗎 你們都沒有仔細看 所以我們很多的讀者跟研究者 就有了一些不正確的過度的隱身 跟不是很公正的發揮 那就是事實上 他們一開始採取的策略是暗中訪查 因為這件事情是不能夠喧嚷開來的 因為一喧嚷開來 好事之徒添油加醋是不是更加難聽 所以一定要暗中進行 所以一開始他們是採用這個做法的 是後來因為中間又發生了一些 殺出了程咬金 那王夫人被激怒了 所以他採用了一種事實上是不好的 但是實際上是比較激烈的方式 那就是操檢 好 那這個操檢就形同操家了 知道嗎 那這當然王熙鳳是不贊成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講 因為王夫人是比他更高的權威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提醒你們注意的就是說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涉及到的一些情況 那點點滴滴事實上都必須要仔細考察 所以這個等到以後我們講到大官員的時候再說 好啦 這就是所謂的繡村囊 那在這個事件中 王熙鳳是建議我們要暗中訪查 那即使查不到 那麼也不會使外人知道 那也不會讓賈母擔心 他說這就叫做割脖則在 割脖則在折往繡子裡藏吧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請你們注意這個諺語 賈家是非常有資格說的 所以重複兩次 一個在寧國府 一個在榮國府 你們就要知道這種大戶人家 有很多是有苦說不出的一種狀況 我們作為平民百姓很自由 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這種上流社會 他們有很多的禮教禁忌 有很多東西是講不出口的 那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壓力 所以呢 他們其實常常在打落牙齒鶴血吞 知道意思嗎 所以真的不要去羨慕上流社會 不要羨慕豪門貴族 裡面啊庭院深深 有太多陰暗的角落 是你不能想像的 我們只看到光鮮亮麗 可是那都只是片面 所以你看兩度使用割脖則在秀內 我之所以感慨萬千就說 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呢 我隱然感到曹雪芹 他們是歷練過那樣子的一種生活的 那麼有感而發 所以他不惜浪費筆墨引述兩次 那真的是來自他生命經驗裡面 非常痛楚的一種自然的流露 你知道他們受了很多的委屈 有很多東西呢 即便真的是辛酸的這個血淚 但是呢他是不能表達出來的 所以不像我們一激動就掉眼淚對不對 就什麼什麼 那個是我們現代人才有的 或者是平民才有的福利 所以這個請大家要注意 那麼第三個被重複使用的成語就是 百足之童死而不將 這是不是也是這種貴族世家 才會呈現的狀態對不對 像平民家族 那麼一發生狀況大概就完蛋了嘛 那不像他們有很深厚的底子 有一個很大的架子 所以他的耐力比較強 但是裡面恐怕都已經是外強中肝 那這也是有過這樣的家族 那麼以這樣的家族 為寫作對象的這一種小說 那麼感慨最深的另外一個重點 那麼請你們就回去要查 像第二回百足 《自從死而不將》是誰說的 是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的時候有沒有 那麼所以外人也深深了解 這種家族有他們獨特的韌性 可是這個獨特的韌性 不能夠讓他們真正有存活的這個能力 而只不過是在勉強支撐 所以就有一個末世的那一種情境就會出現 那麼第74回是誰說的呢 是探存 探存也悲憤到 引述到這個成語之後 是不是也是掉下淚來對不對 我們這樣的家庭只有自殺自滅 才能一敗塗地 那麼現在我們果然就這樣子的 漸漸的來了 好啦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 貴族有貴族的 超越我們一般人所了解的那種痛苦跟壓力 那這個是我們要能夠去體認的 好啦 那所以這個都跟大家族有關 那麼所以我先做了一個小前提 來讓大家領會一下 作者對於大家族的新王 這麼樣子的刻骨銘心 而直接就透過了細目巨碼的排列 來呈現出這個家族走向衰亡的那一種悲劇發展 那所以請各位看一下第三頁 我們整理出來小說當中 用了這樣的一個戲稱手法的 其實主要有這個有四個地方 應該講三個半啦 怎麼說呢 我們遇到的時候再做一個補充 首先第一次出現的是第11回 那麼第11回請你們看一下是寧國府喔 好 所以賈府的故事是榮寧二府 他們是一體共密 然後事實上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那麼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兩府之間都有一個必然的連結關係 所以戈伯澤在秀內兩府都用到 同樣的這個細寸也都對應到兩府的相關情節 那請各位還是看一下那個具體的描述 會比較精彩一點 那是在第183頁 那麼在這一頁的倒數第6行 請你們看一下好了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補充 因為以後我們就不要再翻閱了 不然會很花時間 就在這一頁呢 請你們看一下第4行 鳳姐前面是不是擺脫掉賈瑞的糾纏 那請問他們的地點在哪裡 所謂的見西鳳賈瑞起銀星 發生的地點在哪裡 請注意這裡是慶寿城寧府排家宴 當然是在寧府對不對 可是家宴通常是安排在他們的花園裡 那寧國府的花園叫什麼 這個我們講大觀園的專題的時候 就一定會上到 而且這非常的重要 他攸關大觀園的一種先天的宿命 這個花園叫做惠芳園 好惠是惠極 那芳當然就是跟花有關 當然也就影射了女性 這個是惠芳園 那這個你們要有基本知識 然後這個惠芳園裡面 當然都有一些亭台樓閣的安排 其實大觀園也是如此 那麼大觀園當然更有勝之 以後我們講到再說 那結果呢 我們就看到其中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物 請看183頁第4行 那擺脫掉賈瑞之後 王熙鳳就來到排家宴的地方 然後說話之間 跟那些下人們有了一番對話 然後說話之間 已來到了天香樓的後門 那見寶玉和一群丫頭在那裡玩呢 所以惠芳園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物 叫做天香樓 而天香樓是什麼地方 秦可欽迎上天香樓對不對 那麼那是第13回吧 我們原來作者所想要安排的回幕 還記得嗎 這個我們有講過嗎 有嗎 還是忘了講 總之秦可欽原來是因為 跟他的公公賈真通姦之後 那東窗事發 你們要注意禮不下庶人 可是禮對這些貴族是嚴格要求的 所以他只能夠以死來謝罪 以死來避惑 那所以他就在那個天香樓 就上吊字記 好 原先的安排是這樣 然而呢 誰介入了曹雪芹的創作 知彥哉 知彥哉說 因為秦可欽在死前 是不是給了王熙鳳託夢 那一番話深謀遠慮 那麼充滿智慧 那所以他覺得不忍心 死得這麼難看 所以是不是密秦熙山去 各位還記得嗎 好 所以我們的曹雪芹 就把他改的今天隱隱約約 其實很多地方還是逗漏消息 可是就沒有那麼的明確 就做了一點部分的改寫 好啦 所以這個天香樓呢 就是尹可欽要迎上的地方 那請注意喔 這個都跟大官員的建造的寓意 都會連結起來 好 那我們到時候再說 好啦 所以這個看戲的 這個女眷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天香樓 所以你看他就下一段啊 鳳姐呢就款步提依上了樓 這個樓就是天香樓 好 然後呢 下面我們就跳過去 就在這一頁的倒數第六行 第七行 那行夫人王夫人就說啦 我們和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出了 你點兩出好的我們聽 那鳳姐就立起聲來答應了一聲 那麼來接過戲單 從頭一看 注意 從頭 就是把前面演的戲呢 也做了一個交代 那麼從頭一看啊 他就先點了一出還魂 再點一出譚詞 然後遞過戲單去說 現在唱的這雙關稿 唱完了再唱這兩出 也就是時候了 然後我們敏感一點的人就知道 也就是時候了 在情節中的具體情境指的是什麼 可是呢 象徵的寓意又是什麼 好 以當場來講 他的也就是時候是指什麼 天色晚了啦 我們今天也玩夠了 差不多可以結束了 大家就散會回家 可是呢 從整部小說的一個 秤的一個寓意而言 他指的就是這個家族的這個壽命 也差不多到一個要終結的時候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很明顯啊 如果呢 從這個戲上演的順序來看 這個順序很重要 不能亂料喔 所以很明顯 就他現在有具體指出戲碼 劇目的這些戲呢 第一出是哪一出 現在正在唱雙關稿 那所以你們看對照一下我們的講義 雙關稿是第一出 那麼接下來我們鳳姐點的是 還魂跟什麼 彈詞 然後呢 這一天的喜慶當然就要結束了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透過這個順序組合起來 大有深意 請你們看一下雙關稿 好 這個雙關稿 來 請看一下雙關會讓我們聯想到什麼 兩個關 那告是不是指皇帝的告命 對不對 那就是指皇帝的封賞 那所以皇帝封賞的雙關 如果對應到賈府的話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榮寧二公 那你們還記不記得榮寧二公分別叫什麼名字 一個是賈元 一個是賈眼 好嗎 不要早是記得賈法好不好 好 我覺得你們好像都比較容易記得這個 我們記賈眼比較好 來 那請你們看一下我們的螢幕做一個補充 就這個雙關稿而言呢 當然就賈府的那個生命演化而言 就是他們的創建 那這個很明顯對應的是 寧國公賈眼跟榮國公賈元 好 這兩兄弟 他們同時呢 在侵入關的時候 這個以後我們有話說 那你們會發現那個在第五回 榮寧二公之魂主托景患的時候 是不是有提到 我無朝定頂以來 有沒有 所以那是指說賈家的這一個創建 他們的這一個富貴傳流的百年基業 是跟整個朝代的破劍是同時進行的 那麼這個跟玲瓏二公當初是以戰功 那麼獲得這個勳訣是完全吻合 也符合清代的歷史 所以你看嘛 焦大罪罵的時候就講到說 他當初是怎麼樣給賈家恩惠的 如果不是我焦大 你們現在哪有這樣的富貴 為什麼 你們的富貴來自於寧榮二公 可是寧榮二公的秘是我救的 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不是說在那個 這個千軍萬馬當中 有沒有 他好不容易得了一碗水給主持喝 他自己喝馬尿 有沒有 那很明顯都是在戰戰爭的情況底下 所以賈家基本上是用以戰功而奠定基礎 而這符合清出他們封賞 那麼愛心絕羅或其他各個那個 宗室的一個歷史實況 好啦 這個是多餘的解說 以後我們再說 總而言之他們同時封關禁絕 這個其實是以戰功而來 那創建賈府也奠定家業 那一個叫做演 一個叫做圓 當然指的就是他具有發源跟演化的一個意味 那這就是雙關告的一個對應的 賈府的一個生命的階段 但創建永遠是最令人炫目 那麼大概也是最精彩 因為他從無到有 那簡直像宇宙創造一樣的這個壯麗 然而壯麗之後總是要回歸平凡 不要忘記女娲補天丸之後 然後這個宇宙是不是就按照既有的秩序 那日復一日的按照那個長軌去運行了嘛 就比較不容易有可歌可泣的那些重大事蹟出現 那麼我要說的是 而這個家族在榮民二宮殿下積業之後呢 那是不是就是在他們的避應之下 就享受榮華富貴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那個勳爵 國公的這一種獵侯的這一種官賢 好 事實上是可以侍襲 所以一路侍襲下來 所以賈征是不是就是襲那個寧國公嘛 知道嗎 好啦 那賈赦是不是就是襲了榮國公的那個身分嘛 好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創建完之後這個家族的將近百年的發展 主要呢 就是在祖先的避易之下 所以這裡的還魂喔 請你們注意喔 雖然呢 這齣戲他實際上演的故事呢 是指那個杜力娘還魂啦 好 那比較是愛情故事的 但是要注意我剛剛已經跟你們提到過 當曹雪芹在用那個戲目劇 在進行這一種戲稱的預告的時候 他主要是就那個明目來進行望文生意 而不是跟他的戲的內容直接相關 好 這個請各位稍微做一點區分 那麼所以這個還魂呢 還是必須指的是榮寧二宮之魂的一個 一個不只是避易 還包括他對於家族命運的關切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喔 確實喔 整部《紅樓夢》裡面呢 榮寧二宮也有兩次還魂的紀錄 他們真的還魂 第一次還記不記得 我們講過好幾次了 是不是第五回 他們是不是拜託警患 來讓這唯一的繼承人賈寶玉 可以歸隱入正 因為他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他現在還一副很頑劣不堪的樣子 所以兩位祖先真的心靈非常不安 所以你看喔 忍不住還要從墳墓裡面爬出來 然後來為這個家族的未來操心 你就知道真的是死不瞑目 好 那麼這是第一次的這個還魂 那麼這是第五回 可是到第75回的時候就太有趣了 來 我們要看一下那一段描寫 那個很精彩 我覺得是我沒有辦法把他傳神表達出來的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一起來看 其實這個第75回就是在那個賈淨過世嘛 賈淨過世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必須要守喪 然後呢必須要非常的素樸 非常的哀妻 根本不應該玩樂娛樂 可是賈真仲不孝的頑固子弟啊 竟然就偷偷摸摸還是在那邊生歌答蛋 還跟妻妻那個玩樂 所以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來 請你們看一下1176頁好不好 這邊有一個另外的補充喔 這又在寧國府發生喔 你們有沒有發現怎麼 這裡又在寧國府發生呢 等一下也要提供你們要注意的地方 來 請你們看1176頁 你看喔 最後一段喔 原來賈真那麼靜音居喪 美不得遊玩礦蕩 又不得呢 不得官憂文樂做淺 所以就很無聊 然後呢就生了個破夢之法 日間以席舍為由 有沒有發現 這是奇人的風俗喔 他們的子弟 貴族子弟 是必須呢要求騎馬打仗 還是要有武士的訓練 不過當然到這個時候呢 他們已經有點鬆弛了啦 但是他找了一個很好聽的藉口 知道嗎 符合這個他們文化的要求 以這個是作為藉口 可是其實呢是找大家來劇毒啦 然後呢在那邊玩樂啦 所以這種不肖子孫 所以請注意喔 倒數第四行 下面 因此在天香樓下 見到內立了這個告子 還是鬍子 總而言之 反正他們其實就是在那邊賭博玩樂啦 有沒有注意到哪一個地點又出現了 天香樓 所以不是個好地方對不對 淫喪啊 然後不守禮法的那一種很不堪的 頑固子弟的那一種浪蕩作圍啊 那麼等等你就知道天香樓不是一個好地方 我們作者的設計是這樣 好 那重點呢不只如此 來請各位呢翻到1180頁 這個是連續的情節 好啦 結果他們呢又通宵達旦的赤賀玩樂嘛 那除了剛剛劇毒現在又是另外到了半夜 還在繼續玩樂不休 那你們看1180頁 就在大概是倒數 倒數第八 好 倒數第八 他們反正前面的描寫你們自己看喔 哎呀已經玩到那天將有三金十分 三金是幾點啊 三金啊 你們要會算喔 這是古人的度量衡 就是以今天的那個終點來對應的話 七到九點 對嘛 我們晚上的七到九點就是一金 那九點到十一點就是二金 十一點到凌晨一點對不對 就只好寫十三了啦 那就是三金 所以真的滿晚的對不對 還好 對你們來講正在開始 一天的序幕 對呀 因為那時候夜貓子大概就覺得 精神是最好的時候 最好來讀書對不對 才不是 好 你們都浪費大好時光 好 總而言之 可是這對古人來講是很晚的 因為古代嘛 日書而作是日入而行 他們其實很早就休息就起 大概八九點 甚至八九點 九點十點 就是要上床睡覺的 所以他們真的是玩得太晚 好 這個是三金 來 我們把他看完 賈真已經喝到九以八分 天啊 八分那已經搖搖晃晃的地步 那大家還要天衣飲茶 還要幻展耕著 意思是說還要繼續下去 結果呼聽那邊牆下友人長嘆之聲 大家明明聽見都悚然疑味起來 賈真忙立聲叱咒問誰在那裡 好 結果連問幾聲沒有人答應 那尤世是說必是牆外邊 家裡人也未可知 什麼叫家裡人 我明清掃過很多次 家裡人就是指家裡面的仆人 是指那個丫鬟啊 奴仆背的人 這個叫家裡人 他認為是牆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 賈真就說胡說 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 要注意這句話對應的是建造大官員的往事 那因為為了建造大官員 他們花園外面本來都有一些下人們的群房 那就是整個拆掉 這樣打通惠方園跟榮國府的東大院 然後才連結成一個大官員的基地 所以為了建大官員 這些下人群房早就已經拆掉了 所以尤世這麼一揣測 立刻就被假針否決 他說不可能 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 那就是因為建大官員的時候被拆掉 所以何況那邊又緊靠著祠堂 焉得有人 所以要注意這個祠堂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再做補充 一語未了 只聽得一陣風聲進過牆去了 恍惚聽得祠堂內格善開河之聲 只覺得風氣深深 比先更絕涼煞起來月色慘淡 也不是先前明朗 眾人都覺得毛髮倒數 果然賈真是個男人 所以他能夠多撐一會兒 可是也撐不了多久 那大家只好異星藍山 就草草的就結束了 等到第二天 來請看到數第二行 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 初一十五對這種貴族家庭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家祭的日期 這個叫受忘之禮 所以你看他帶領 因為他是家族 他是族長你們知道嗎 賈真是族長 所以他必須帶領眾子職 開祠堂行受忘之禮 結果他就趁這個機會仔細檢查 祠堂內都仍舊是照就好好的 並無怪異之處 他就想說大概是我最後自怪吧 那這件事情就這樣打發掉了 但是他真的是自怪而已嗎 不是的 他們真的是見到了鬼 就是他們祖宗的靈魂 那所以呢 用我的話來講 真的 這一次呢 榮寧二公是在祠堂裡面黃魂出來 看著這個不孝子孫 只能夠哀聲嘗嘆 就是已經無藥可救了解嗎 所以他們真的是一路回到祠堂去 還有開門關門的聲音 我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直接穿過去嗎 好 不是嗎 可是他為了讓我們覺得 好像如有其人的那種錯覺 所以故意做這樣的安排 那所以呢 我要你們注意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你會發現 第75回跟第5回做比較的話 你有一種感覺喔 這榮寧二公之魂呢 那麼當然對家族的未來憂心忡忡啦 也在做各種努力 試圖能夠挽救 所以第5回是不是還把希望寄託在賈寶玉身上 但是到了第75回呢 他已經連話都不講了 就只能化成一聲長嘆 這已經是到了絕望的地步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次之間隔了70回 老實說這兩位先祖啊 內心當中 那麼就逐漸呢 真的是走向完全破滅的 這種悲劇的一個認知了 所以先是西記猶存 但是呢 終而絕望無言 那麼這個家族的清滅 也就是事成必然 這個就是呢 到第三出戲 就叫做壇詞的原因 那在講壇詞之前 我還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注意喔 這裡有祠堂 那祠堂究竟在哪裡 我想必須要跟你們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我們畫一個很簡單的表格 假如這個是寧國府 注意喔 寧國府一定在東邊 因為古人以東為尊 那寧國公是哥哥 所以他一定在東邊 那榮國府在西邊 祠堂大約在哪裡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說過 賈氏現在的族長是誰 反而不是賈正喔 賈正是榮國府的那個 等於說是現在的一個當權的主人 但是他不是整個宗族的族長 現在的族長是賈征 好 那而賈征不但是寧國府的 這當然跟寧國公居長 又是密切關係 所以你們都應該猜得到 祠堂一定是靠哪裡 一定是靠寧國府 因為他是長兄 然後組長也是由寧國府這邊的子系 來這個擔任 所以祠堂大概是在這邊左右 那這個跟將來的那個大官員 他們是很寧靜的 所以會有剛剛賈征所提到的那個現況 那這個再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賈征以一家之長的這種姿態 竟然如此之不堪 那你就知道說身為主仙 眼看著自己心血 所創建出來的這個百年基業 即將毀於一旦 你就知道內心中多麼的慘痛 那可是這是一個沒有辦法避免的一條宿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三齣戲就是譚詞 那譚詞這個故事就還是得要回到 他的那個戲劇的內容 這個譚詞講的是那個安史之亂爆發之後 然後唐玄宗曾經非常寵性的一個歌手 叫做李歸年的故事 好 那李歸年你們應該都認識他吧 他晚年跟那個杜甫還曾經在江南遇到過 那他們都是經歷過開源天堡盛世的 有才藝的人士 那所以兩個人晚年加 等於說等於是國破 然後又生老 他們自己也都老去了 也都淪落了 然後終於在江南那個地方遇到不聲唏噓 所以杜甫晚年非常有名的一首詩 就跟李歸年有關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江南逢李歸年 好 然後裡面就是四句嘛 叫做齊王這裡尋常見 就是我曾經在齊王的這個王府宅地裡面見到你 因為他是那個玄宗所寵性的炙手可熱的寵 那種也不能叫陳啦 他是一個因為唱歌非常的好聽 所以就被皇帝所特別偏愛的一個人 那當然賞賜無數 所以他後來也都是非常的富有 那所以在齊王宅裡 那個宅我們念這 齊王這裏尋常見 吹酒堂前幾度文 都是當時有名有姓的家族 你就知道這個人物當時的全清一時 所以來往都不是那個平庸之輩 最後兩句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十節又逢君 就結束了 所以杜甫非常含蓄 可是耐人尋味 什麼叫落花十節 花落了 是不是表示國運也衰退了 我們青春也遠去了 然後那麼國家也幾乎快亡了 一切都在落花十節裡面不言而喻 所以杜甫真的內心當中也無限感慨 可是他溫柔敦厚的來表達這一種 無限的愛痛 那這就是李歸年 那那時候杜甫所看到李歸年什麼樣子呢 當然跟在長安的炙手可熱 完全不能相比 他流落之後第一個人也老了吧 開源29年 天保15年 是不是就過了40幾年對不對 那你那時候的青春跟這個飛揚跋扈 過了幾十年之後 人都要面臨老去的命運 只不過是他更可憐 他隨著國魄 然後也幾乎喪失掉 他一切曾經有過的榮華富貴 所以又窮又老又潦倒 結果他靠什麼為生啊 當然只能靠他天賦的才藝 就是靠賣唱為生 好 那麼比如說誰誰家有什麼取親 有什麼場合需要有歌手來唱歌助性的 就把他請過來 你就知道說那個真的是天差地別 對不對 炎良之別 那真的是讓人感慨萬千 所以杜甫才忍不住寫的這首詩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靠著賣唱為生的 那當然後來也貧病交迫而死 所以這邊用譚詞呢 其實是用那個 我覺得啦 一方面是講賈甫的淪落 可是賈甫的淪落呢 首當其衝也最具體而為的一個代表人物 是不是其實就是那個賈寶玉對不對 好 那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這邊 好 我們唸一下 談詞呢他是借唐玄宗寵信的李歸年 在安史之亂後流落江南 那麼從宮廷帝王必命而全新一時 一變而為在民間席間賣唱的歌者 那這個說實在我覺得啦 是對應到賈寶玉 他最終淪為邦庚為生 請你們注意喔 他還是約故人員喔 好 連正式的那個庚夫都談不上喔 只是旁邊的助手 那你就知道這個是完全沒有生計保障的 然後呢 收入也非常微薄 結果我們的支批就有提到 賈家超家之後 寶玉過的是什麼生活呢 請看喔 然後這個十個字自己要記喔 叫做寒冬夜酸雞 雪夜微破沾 好 在好冷的冬天 他吃的是什麼食物呢 可不是什麼薑母鴨 養肉爐 絕對不是 跟他以前在大觀院裡面享受的東西 完全不同是酸雞 什麼叫酸雞 已經發酸都發臭的菜 剩菜 這個能吃嗎 現在當然不行 可是你逼到了 你就要活下去你就非吃不可 然後雪夜微破沾 外面都在下雪 那是不是零下的溫度對不對 然而他只有破破爛爛的一條毯子 勉強保暖 那你就知道這絕對是中夜難以入睡啦 因為那種冷會讓你真的是睡不著 好啦 這就是我們寶玉在賈家超沒之後呢 所過的貧困的生活 那某個意義來講 透過賈寶玉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具體而為來呈現 輻射出賈家的敗落 所以鳳姐所謂的也就是時候了 就是一語雙關 那麼告訴我們說 當天的慶典是到了收場的尾聲 可是這也是賈府的運勢 也已經走到終點的暗示 那這個是第一次的這個戲秤 那麼我們再來很快的看一下 那第二次這個比較複雜 第二次比較複雜 我們請大家 這樣好了 我們先跳到第四次好不好 因為我知道時間 一直讓我有很大的壓力 那這個第四次是我們很多的學者 或讀者都可以感受到的 因為他實在太明顯了 那是在第29回 那請注意 也是在賈母到清虛慣打教 去祈福的這種場合 你要祈福啊 神明要給你一些許諾 你當然要賄賂神明對不對 我覺得中國的宗教 常常有這種蠻現實的交換的意味 那所以你就要演戲來仇神 贏得神的歡心 你的許諾也比較容易應允 好 那麼這個故事 請你們翻到460頁 這個460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呢 那麼賈征就來跟賈母回報說 我們在神前蔑戲 就是用抽籤的方式 這中間就是神意的一個表達 那第二段 460頁第二段 那賈母跟眾人上了樓啦 就歸坐好 那給神看 自己也同時呢 是欣賞 好 那麼賈征就來回說 神前蔑的戲 頭一本 注意喔 本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就是一出 那麼一步 那樣的意思 頭一本叫白蛇記 跟各位同學一樣 你們看到白蛇是不是就想到 什麼雷鋒塔的那一種 其實不是 所以你們看到 作者也很怕我們誤會 所以就讓賈母來代替我們發問 就是說那白蛇記是什麼故事 不要搞錯 這跟青蛇白蛇 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賈征就說 是漢高祖斬蛇方騎手的故事 那為什麼漢高祖打天下 會變成白蛇記呢 你們就應該知道一個傳說吧 因為據說漢高祖還沒有發跡的時候 他只是做一個地方的亭長對不對 然後在鄉間走路的時候 是不是遇到有一條大白蛇 盤踞在路上他過不了 然後他就為民除害嘛 然後是不是就把那個白蛇給斬殺了 結果旁邊有一個老玉 就冒出來就哭得很傷心 說你殺了我的兒子對不對 那原來後面就發出一番 怎麼陰陽五行相爭相剋的道理 那意思就是說 那條蛇原來是白帝子 所以化為白蛇 那白帝所謂的白在陰陽五行 或者是他的那個所謂的循環對應當中 他其實就應該是要被誰所取代 被赤帝子 所以赤帝子殺了白帝子 其實就是那個朝代要有所心格的一個隱喻說法 那所以劉邦就是赤帝子化身 所以他才可以斬了白蛇 然後就會取秦朝 秦就是上白嘛 那麼取而代之 這就是為他自己的政權 給了一個所謂的軍權神獸的一個 神話化了的一個解釋 所以你們都可以猜得到 這個故事的流傳應該是在劉邦即位前還是即位後 當然是即位後 好啦 可是這個故事非常的有名 因為他講的是一個朝代發跡 一個平民當了帝王的 這個是了不起的一個故事 所以這也是民間很喜歡看的一個劇嘛 好啦 所以有沒有發現 漢高祖斬蛇方騎手不就對應到賈家的什麼 創劍嘛 對不對 好 跟一個朝代一樣 可是第二本就是滿床戶 滿床戶你們望文生意都該知道 這是講唐代崔神慶的故事 他們據說 可是一般在戲場上面演的是 會不是崔神慶而是變成郭子儀 好 七子八婿嘛 未及仁臣 所以每一次家具兒子女婿把那個做高官的護板 拿出來放在床上就排得滿滿的 那個床不是睡覺的 是桌案的意思 知道嗎 所以就表示一家人 大家都是這個公民富貴 那非常發達的 興旺的家族 所以賈母當然一聽就知道在講什麼故事 他就笑說 這倒是第二本商也罷了 神伯亞這樣也只得罷了 要用這種語氣 我模仿的不像 不過這種語氣有點什麼味道知道嗎 閩南語的說法是叫做愛吃駕駛駛 好 那如果是國語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一副預飲還劇 一副雀字不公 我只好勉強接受 可是心裡面非常高興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呢意思是說 好啦 這是神要給我的我不好推啦 我就只好接受了啦 其實心裡面很高興 你知道嗎 沒想到 又問第三本 賈真說 第三本是南科夢 所以賈母聽了便不言語 你不是說這是神佛要的嗎 所以神佛先給你滿床戶啊 接下來呢就告訴你 這不過是一場夢啊 終究會化為泡影啊 所以賈母大概也隱約感覺到 那個不祥的意味 所以就沒有言語了 好啦 所以你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至少這兩次的戲稱非常明顯 是不是由創建到興盛到什麼滅亡 那麼就是一個單線進展 而對賈府的命運的一個預告 那剩下那兩則呢 我們下一次就可以很快的結束 可是呢 我希望你們做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請你們看一下 我們第三頁的講義 第四個秤的種類就是物秤 這裡面會涉及到好多的人物跟情節 那我都有把相關的這個回溯標示出來 你們回去先把這些相關的讀一讀 好不好 這樣子比較節省時間 不然的話呢 你們跟著上課 這樣子也會有點手忙腳亂 這樣會影響到你們的吸收跟掌握 那個有一個東西要補充 我們很感謝有同學提供了一個增補的資料 就是請你們看一下第二頁 最後一行我們不是提醒大家 書中重複使用的這個成語或諺語 其中有一個是割脖折在秀內 或者是割脖折了往袖子裡藏 那除了第七回跟第74回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是第68 就是賈榮 那麼希望王熙鳳的家醜不要外揚 所以能夠盡量私下和解 那這個就是更嚴重了啦 你可以看到他們三度使用 我真的是希望各位要盡量 把腳放在人家的鞋子裡 雖然我們實在是沒有那一種 公侯富貴之家的那一種 貴族生活的經驗 但是讀書就是為了要擴大自己的視野 要讓自己更了解不同的人 他們的所思所想 然後他們的生活內涵 那透過讀書曹雪芹已經提供一個 非常好的具體的環境 我們應該要盡量融入 那融入之後你就可以感受到 真的耶 西方有一個諺語說得很好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地獄 那你有你的地獄 我有我的地獄 每個人都有他生命中的難關 跟真的是有苦說不出的那一種為難 那我們要盡量了解而也才能夠善體人意 這個是提醒大家 所以哥伯哲勒王色袖子裡藏的這種無奈 大概不是我們可以常常會有的體驗 但是這恐怕是這種貴族家庭 他們從小出生長大 然後大概都得要練習的一種自我壓抑 跟一種內斂的束縛 所以說實在的貴族世家有他們的 這個承重的 那麼不為人所知的那一種艱難 那這個也是我們應該要體諒跟認知到的 好啦 那現在呢 請各位再回到我們講義的第三頁 那之前我們對於這個戲稱 對 我們要盡量講快一點 那麼對於這個戲稱呢 我們講了這個兩個具體的很明顯的例子 那麼另外一個例子 要多花一點功夫來談 那就是在第十八回 元春回來醒清的時候 然後呢 所點的這個四出戲 那請各位呢 可以先翻到那個我們的這個小說 大概就出現在最後面 第十八回最後面的部分 也就是在279頁 那這個279頁是這樣子的 我想一定呢 要跟大家畫一個圖畫 然後呢 把他之間的這個組成的微妙 來呈現 那就此而言呢 他的寓意才會更加清楚 不過呢 在講這個寓意之前 我希望各位同學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我們這個教註本後面有一個註解 引了這一段後面的一個支批 那這個支批呢 請你們對照一下 就在倒數第已經是在294頁 好 這邊呢 支批有支批的看法 那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那所以呢 在這邊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支批當然非常的權威 因為他分享了跟這個曹雪芹一樣的成長背景 甚至是一樣的這個思想價值觀 然而同時呢 他對於曹雪芹的寫作 的許多的這個奧妙處呢 也都別有會心 所以他提供的很多批語 其實對我們都幫助很大 然而就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有一點不同的意見 好 首先你們看一下那個支批的柱 他認為呢 原非的點戲裡面呢 他點了四出戲 那麼依照順序是豪焰 奇巧 先緣跟離魂 然後呢 他在批語裡面提到說 豪焰之福 假家之敗 那麼奇巧是福 原非之死 那先緣呢 先緣當然就是指出家的意思啦 那這個呢 是福珍寶玉送玉 那這個當然已經在後四十回 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那麼至於離魂呢 用的是那個牡丹廷這一類的才子家人 為愛而死的故事 那離魂當然是跟死亡的 是死亡的象徵 他說這一齣戲呢 是來服待遇之死 那麼所點的戲劇呢 服四件事 這個服其實就是預告啦 隱含的線索 預告未來的情節發展 那麼他說這件事件事情呢 是通部書的大過節大關鍵 所以這四出戲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呢 資歷當然他的意見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是非常值得參考的 然而呢 然而就在對這組戲的理解上 我寧可採用不同的說法 那這不同的說法當然是依照全書呢 以戲為稱的一個整體性來定位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藉助那個戲曲專家 那麼下面這個是徐福民先生的研究 那麼根據他戲曲方面的專業 那麼對這齣戲呢 有了一些我覺得值得我們參考的一個解說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我們講義有提到 事實上他發現豪彥跟仙元這兩齣戲 那麼就是第一齣跟第三齣 他都是由昆曲老生來扮演 那你們都知道老生的戲主要的這個題材 或者是敘事的主軸 那麼是會是哪一類的角色來擔綱的 就是老生嘛 但是老生他基本上是在什麼樣的戲裡面 他才成為主角 牡丹寧節都不會用老生當主角 對不對 那那實在太可怕了 那所以老生會當主角的戲 猜猜看他的題材的範疇 大概都會是哪一類 老生啊長著長鬍子的啊 然後呢有了年齡跟人生的資歷啊 那在古代呢 這一種男人通常當然不會是在家裡面 這個享受寒儀弄孫之樂對不對 那通常他們其實都是在官場 在政治場域裡面是有權力的躍腳 所以老生的戲呢 通常其實都是跟政治有關 跟那一種集體的 然後呢大歷史的敘事 然後其中的各種新王變化 我想主要是這類的戲 然後呢從這個角色的 這個主角的歸屬 跟這個戲的性質而言呢 那麼奇巧跟離魂就非常有趣了 你們都知道奇巧其實演的故事 就是楊貴妃跟唐玄宗 他們非常恩愛 七月七日長生戀 夜半無人私與時有沒有 就講帝妃呢 幾乎是空前絕後的一種真情 所以這個奇巧呢 就跟七日的那個七戲的民俗活動有關 那無論如何呢 他演的故事呢 當然就是主角當然是小蛋嘛 因為他是跟愛情戲 以愛情戲為主 那離魂呢當然也是呢 演繹的是這個愛情的故事 那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那麼他們都是屬於昆曲的戲 那奇巧跟離魂呢 是屬於小蛋作為主角 那各位你們就會發現 很有趣啊 那麼這兩組戲呢 其實是交錯交織的一個狀況 那麼從豪彥到奇巧 然後呢到先緣到離魂 那你們就會發現 這個交織絕對是有意義的 換而言之 政治跟個人就在這裡巧妙的連結為一 而且甚至互為因果 怎麼說呢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豪彥 當然萬聞生意 一定是指家族非常鼎盛 對不對 滿床戶的那個局面 但是呢最後你會看到先緣 也就是離開這個世俗的榮華富貴 那某個意義來講飄然遠去 那這中間當然是兩種極端的反差 可是中間又夾纏的是一位女主角 在愛情當中那麼有受寵 最後呢死亡的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們非常合理的推測 這基本上呢 他是把這個賈家由聖而衰 跟原非個人的命運 在宮廷當中 由受寵到轟侍的這一個兩個層次 他事實上是把他結合在一起 而且他們之間那麼互有因果關係 那麼是也可以說原非的個人命運 跟賈家的命運是結合為一 換句話說原非的受寵跟賈家的鼎盛 那麼是同時並進的 也是彼此互相烘托 然後互相幫襯的 那但是當原非的死亡 那就跟賈家的衰落抄家 那又是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的解釋 一方面符合這個戲劇 他的性質跟他交錯的那種 隱為的苦心 而且也符合在《紅樓夢》中 那麼以戲為襯 來暗示賈家集體命運的這個手法 所以我想我就把這個表格 就整理出來 我覺得這個說法 我認為可能也有很值得參考的地方 那就此而言 當然原非究竟他的這個生命 跟他在宮中的待遇 如何跟賈府的命運互相牽連 而甚至彼此成為命運共同體 這個細節我們當然如今已經無法得知 不過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就在七十幾回的時候 那王熙鳳就講到說他非常的操心 他真的家計已經入不敷出 然後結果呢 做 你們知道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他的這種作為一個當家者 對於那個家計的這個窘況的壓力 那就變形到他的潛意識裡面 成為他晚上做夢的題材 他夢見什麼呢 夢見有宮中的太監來跟他要100匹幾 那個是一個天價的一個財富 然後呢 夢裡面的王熙鳳就問他說 那你是哪一位娘娘派來的 是哪一位娘娘要這樣子的 這麼多的東西 那個太監又不肯說 那所以又不像是他們家的原非要的 如果是自己家裡原非要的 你是不是無論如何親其所有 都得要提供嘛 對不對 但是又不知道是誰 所以王熙鳳說 我就不肯給 沒想到那個太監竟然就來搶奪 然後呢 就在這樣的爭奪之中呢 那噩夢就醒過來了 那所以呢 嚇人們聽了這場噩夢的回應 都說 哎呀 這都是奶奶 日間操心啦 所以才會做這樣的夢 那是在70幾回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夢境之前跟夢境之後 我們作者其實就已經開始 把這個筆觸延伸到宮中 尤其是聚焦在太監的勒索上 你可以發現那個夢的內容 是不是太監幾乎是搶取豪奪嘛 對不對 那我們的王熙鳳只能透過潛意識 去進行抗拒 那潛意識的抗拒當然沒有實際的作用啊 所以他剛剛講完這個夢境之後 立刻是不是就有人來回報 有沒有 什麼夏太監派人來了 要借個什麼多少兩多少兩 然後賈蓮只好迴避 因為他如果不迴避的話 就首當席衝 那個很難婉拒 那所以由一個附到人家 來做一個拒絕或做一個轉圜 其實反而比較容易圓滿解決 結果我們的王熙鳳是不是當場 只好把他非常昂貴的手勢拿去點當 然後再撥一部分錢 等於是打發這個太監 然後所以這個事情暫時落幕之後 然後賈蓮又出面了 然後就在感慨他說之前有一個太監 另外一個太監張口就是一千兩 他說他略質疑一下 沒有立刻回應說好 那對方就有點不高興了 所以他說這下子這一場外稅不知如何是了 所以如果這回子能夠再發幾百萬的財 那就好了幾百萬那怎麼容易嘛 對不對 所以賈蓮已經基本上 真的已經是油盡燈窟 但是外面的勒索事實上是變本加厲 變本加厲到了王熙鳳都不得 就是說已經固結在他的潛意識裡面 化成噩夢了 真的是日夜糾纏 所以各位你們就要知道說 原來宮中超乎我們平民百姓所想像的 你家有了個皇妃固然烈火烹油鮮花灼井 固然讓你們家徵集到皇清國氣的 這種炙手可熱的地位 可是真的世間禍福相矣 你沒有辦法想像到的 隨著這樣的榮耀而來 是有很多其他的吸血鬼 攀附著這樣的一個機緣 然後就幾乎是名正言順 到你家的財庫裡面去 那麼去挖你們家的牆角 那所以宮中的太監 我們在第79已經看到囉 他們的魔爪是伸進來 然後你們沒有辦法回應 這不是很奇怪嗎 太監不是閹割的那種很羞恥的一種存在嗎 結果他竟然可以對皇妃的家族 進行這樣一個堂而皇之的勒索 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 世間的權力是非常微妙的 你不是說我擁有權力我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 有了權力同時你會負擔其他的義務 甚至會負擔其他你所想像不到的其他的為難 這就是人間事情的奧妙之處 所以連太監都可以做這樣的行為 而賈家沒有辦法拒絕 因為他們不能得罪 好啦 這下子好玩啦 為什麼太監我們不能得罪他呢 那麼到底這些皇清國戚們 在忌憚什麼事情呢 其實很簡單 你當然可以回絕這個太監 你當然可以得罪他 可是人間事情非常奧妙喔 你得罪了他 想想看他心裡面的那一種不悅跟憎恨 你想想看很顯然他可以轉嫁到誰身上 當然是元妃啊 當然是元春啊 那你們會覺得很奇怪啊 他是皇妃耶 是皇帝 這個這麼大的一個榮耀賞賜的對象 你一個太監敢對他怎麼樣嗎 你如果這樣想的話 就是你非常不了解宮廷中的政治生態 你非常不了解那種複雜的人際關係裡面 絕非單方面 單向度的那麼簡單 今天不是我擁有權利 我就可以為所欲為耶 那些表面上沒有權利的人 他們很微妙的會擁有別的權利 而那些別的權利呢 隱含在角落裡 在陰暗的管道裡 我可以來講呢 都會對這些皇妃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們有一些宮廷劇 好的宮廷劇 對這個會有很好的反應 想想看 你們猜猜看 事實上比起皇妃更接近皇帝的人是誰 更密切更頻繁的接近皇帝的人是誰 其實是太監喔 所以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太監俠願報復 那麼在皇帝耳朵邊 那麼點點滴滴 三言兩語 下一個禪言 你這個皇妃 你的地位是不是就可以不保啦 其實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太監他有很多 他是個小人物 但是他很微妙的擁有另外一些無形的權利 所以他們反而會變成忌憚的對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問題是賈家已經完全到了 這個郵寄登庫的地步了 他如何來應付太監的勒索 所以你得罪人會越來越多 那這只不過是其中一端喔 那麼其他很多的 包括公平政變等等的說法 那因為沒有後四十回作為根據 我們也不便妄加揣測 不過你就可想而知 原來 原來公平中的那些是非權利糾葛 還不只是政變這麼樣的一個明顯的勢力 就可以打發掉就可以解決掉 事實上還有很多我們想像不到的為難 所以我覺得原非的命運 跟賈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 那麼我們透過這個太監的這個例子 這只是輕描淡寫點道而已 可是背後的影響非常的深遠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原村跟賈家事實上在這個例子上面 那真的是二而唯一的一個命運共同體 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那麼這一組戲我們透過這個老生跟小蛋的 這個組戲的交織 我想我們也可以把它納入到戲稱 而用來暗示賈體集體命運 賈腐集體命運的這個系統裡面來 那這個呢就給你們提供做參考 不過呢我要插播一分鐘的一個話 來提醒大家 你們有沒有發現非常奇怪的事情 離魂是什麼戲啊 我們剛剛講過是哪一齣戲裡面的一個 一段是牡丹亭對不對 可是牡丹亭是才子佳人戲喔 才子佳人戲在《紅樓夢》裡面請注意 其實是不可以閱讀的還記得嗎 所以他是禁書像西鄉禁牡丹亭這種都是禁書 所以第二十三回 當賈寶玉跟其他的眾小姐們 住進大觀園之後所發生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偷渡禁書進來看 所以呢大觀園開幕之後的第一件事情 不就是他們共讀西鄉 然後最後是在共讀西鄉之前是不是就葬花 還記得嗎 那個是一個非常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個暗示 奇怪了樂園剛剛開啟 結果大家就來葬花 你就可想而知 這裡面當然是充滿了不祥的一個呢 這個死亡的隱喻 那大觀園絕對不久長 他終將毀滅 那這個當然是一開始就已經註定的 然而這非常奇怪啊 牡丹亭西鄉紀是不可以看的 但是卻可以在這一種正式的國家疑點上面的 這一種正統場合裡面去扳演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那所以而且你們還沒有注意到 第五十幾回的時候 還有第七十幾回都有提到 就是賈母在場他們要找那個戲子們 或者是那個樂班子來演奏助性 那麼他所點的曲子是不是也包括牡丹在裡面 就他點的幾齣戲都 那個樂段都有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那在歷來學者研究 《紅龍夢》跟《才子佳人》小說的 這個關係的這一個看法裡面 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而把它這個當作只是一個象徵手法 我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分清楚這中間的差別 原來只要是場上戲 所謂的場上戲就是他就是由人物啊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那個鑼骨在場上 那麼進行一個戲曲的演出的 這一種叫場上戲 另外一種叫做暗頭劇 暗頭劇就是用文字來書寫 然後根本上就像小說一樣 你可以閱讀的 那麼我覺得《紅龍夢》裡面 對《才子佳人》題材的這種作品 其實應該要分這兩種 你會很清楚看到 他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他只要是場上戲 只要是現場演出 那麼都是可以被接受 所以賈母也點這樣的戲 《原非醒星》的時候 也點這樣的戲 可是只要他是按頭的 那種文字書寫的話 那麼就一律是禁書 是不可以讀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種 接受方式上面 或者是規格的傳播路徑的不同 那這個我覺得必須要訴諸於 這兩者之間 不同的這個藝術的重點 以及他所想要傳達的 那個美學的這一個重心的差異 以至於只要是場上戲 那麼規格女性 其實是可以很公然來欣賞 這個是沒有禁忌 但是你只要是拿在手上面 去讀文字的書寫的話 那個就是非常嚴重的 逾越了規格的那一種忌諱 那我覺得這樣去分 你就會發現《紅樓幕》裡面 好多有關這個戲劇的情節 特別是涉及到 《才子佳人愛情》的題材 那麼你就清楚看到 他真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而且沒有混淆 絕對沒有混淆 可以公然看的那一定是現場演出 那不可以看的一定是文字的版本 那這個差別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不分的話 會很嚴重的混淆 《紅樓夢》他對《才子佳人》小說 他所要批判的重點在哪裡 那這個是我們先插播一段話 以後將來你們有興趣 我們可以用一個單元來 對這個情況做一個更仔細的說明 那麼只是先提醒你們注意 袁飛在這裡點戲 點了這個牡丹亭 這個一點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屬於廠上劇 廠上的演出 好 那這次順便做一個補充 那麼現在我們要請各位 再看一下那個第三組 我覺得這就是我還算有一點猶豫 覺得它並不是那麼典型性的戲稱 所以我們列在這邊 還是請大家做參考 這是第二十二回 那麼薛寶釵慶生的時候 那所點的戲 那麼按照他的順序是西游記 跟劉二蕩一 還有就是魯志生醉鬧舞台山 那這個魯志生醉鬧舞台山 當然主要是寄生草啦 那這段情節非常的重要 他其實有好幾個重點要談 不過我們不能夠在節外生枝 我們趕快把這個戲稱講完 所以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這個問題 那只是說到底他代表什麼含義呢 我覺得他並不是那麼的明確 那麼的典型 但是我想我們勉強說來 還是有若干比例上 他還是可以被放在一個所謂的 集體命運的一個暗示上的 怎麼說呢 我覺得西游記啊 為什麼放在第一齣 某個意義來講呢 他具有一種所謂成長小說的意義 那因為孫悟空嘛 有沒有注意到他原先就是一個 完全沒有教養的野孩子 對吧 他真的是一個野孩子 大鬧天公 完全不服管束 後來是不是慢慢被如來佛受到掌心 然後罰他去隨著那個唐僧 一路上呢經過非常艱苦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取經之路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 孫悟空的一個成長小說 那這個呢 我有一些學者闡述的非常精彩 我們在此就不多說 那表面上是取經之旅的一個輕鬆喜劇啦 那不過呢 當然啦 其中呢只有講到說寶釵點的是其中的一折 也不知道點的是哪一折 但是你如果從賈母的反應 是覺得很歡喜 那這一種老年人嘛 喜歡熱鬧喜歡喜劇 真的老年人的心態很特別喔 人是這樣子的 越沒有青春的時候 越想要抓住青春 人呢越到桑魚晚年的時候時光有限 你是不是越希望把這個人生 做最正面的一個受享 一個享受 所以他喜歡喜劇 然後所以大家也投其所好 所以呢我想他點的那一折 應該還是指的就是很快樂 有沒有 大家呢都很正面的 團聚在一起 然後內容非常的活潑充滿喜悅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來講呢 恐怕從賈母的反應呢 可以推敲一下 這一折的戲應該還是對應到賈福 比較是繁盛的那種很繽紛熱鬧 大家都還聚在一起 還如日中天的那個情況喔 那麼接下來是王熙鳳所點的劉二蕩衣 同樣的他其實也是投賈母之所好 有沒有注意到賈母聽了這則戲呢 是不是更是歡喜有沒有 因為他更熱鬧了老人家更開心 那什麼叫劉二蕩衣 請注意他真的去蕩衣服 可是蕩衣服為什麼會很開心很熱鬧呢 那是因為啊 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虐效科魂的熱鬧性 大約說來啦 故事是說有一個已經沒落的劉二官人 他到蕩鋪去蕩衣服 那結果呢 這中間因為戲劇家的這一個巧思 南腔北調東拉西扯 然後詭諧古蹟 要念古蹟 他有點類似京劇的十八扯 你一看到十八扯 就知道從頭扯到尾扯了十八之多 所以裡面大概就是插顆打混 盡量製造笑料 然後呢任意穿插各種戲曲段子的那種 有點大雜彙可是全部就是要讓你感到很熱鬧 然後目不暇擠 那麼一出一一段接一段 然後你覺得心情一直維持在一種高昂的 那一種性質裡面喔 所以呢你看賈母果然更有喜歡 好啦 我覺得這齣戲呢 當然是延續著他的熱鬧是沒有錯 可是不要忘記他的劇名是劉二蕩衣 這個蕩衣實在滿有趣的喔 有沒有注意到 賈家雖然表面上非常的榮勝 可是早就已經在典蕩為生了對吧 我們的王熙鳳已經數次 不管或典蕩或賣 真的是賣家產 那在勉強支撐假家的架子喔 有沒有 他不是他的金字民衆 那個金字民衆絕對是西洋傳來的那個洋貨 那是非常高檔的 當時只有貴族上流人家才有可能擁有的 他是別把他賣掉了 那個金字民衆你們應該看到過 哇 第六回劉姥姥第一次到榮國府 不就被那個鐘給嚇一大跳有沒有 就是那個鐘 後來到七十幾回 我們透過王熙鳳的描述 他已經把他賣掉了 你就可想而知 這真的是賈家的實況 所以我認為 這個蕩衣之鳴啊 他的名目跟他的劇情 正好可以對應於賈府 現在歷經百年 已經外強中肝的 這一種實質上很勉強的狀態 所謂的你看第二回就已經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他們已經是外面的架子雖未盛倒 內囊卻也浸上來了 什麼叫內囊 就是你藏在最裡面的那個錢袋 都不得不掏出來了 那就是山窮水盡 這個要注意 那果然你們看後面的典當啦 還有買賣 這個應該叫做典賣 那麼還甚至去借啊 借款度日的情況 甚至是還偷老太太的東西 去暫時解決眼前這個青皇不接的難關 你都可想而知 我覺得這一齣戲 如果放在戲稱的典型的那個系統裡面來看的話 這一齣戲我覺得很明顯 他真的是要用反面的手法來暗示 賈府在凡勝掩蓋之下的真相 那熱鬧中其實包覆著那一種 已經在勉強支撐的心酸 那所以呢我想這個劉二當一 實在應該很符合我們所謂這個戲稱的 這個手法 好 那麼問題是那個第三 就是所謂的 魯志森醉鬧舞台山的寄生草 而寄生草你們都知道 他的內容寫的是不是就是魯志森 出家去野對不對 所以呢 我看有些同學的表情一副我沒有印象 好 所以呢 我們帶大家同學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 請你們看一下這是在第341頁 你們要會背喔 這一劊寄生草非常的重要 可以說是賈寶玉所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第一次面對到的思想啟蒙 讓他知道說原來在富貴場之外 還有這樣子的一種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選擇跟可能性 所以你們要注意如果你從小到大十二三歲 都沒有過過這種匱乏的日子 你簡直不可能會想要去出家的啦 那所以呢 透過文字 透過文學所展現出來的人生志趣 那麼第一次觸及到寶玉內在 沒有被觸動過的那個深層的核心 那這個是他很重要的第一次啟蒙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總之各位請看一下347頁的 341頁的那個最後一段 所以你看啊 什麼梅緣法轉眼分離柵啦 然後四條條來去無牽掛 就是人空空的來又即將空空的走 然後呢 所以拿梨桃 煙縮雨粒 卷單行 一刃鞍 盲邪破波 隨緣化 這根本就是出家的寫照 那請各位翻過來看看 寶玉聽了的那個反譯 真的是喜得拍膝 畫圈 稱賞不已 你就可想而知 他是由衷那麼被觸動 而且產生巨大的心靈的共鳴 他真的從這一卻詞裡面 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震撼 而使得他的內在都未知 這個激動起來 所以形諸於肢體語言 所以你看還要什麼拍膝畫圈 你們會高興到拍膝畫圈嗎 不會吧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由內而外的強烈的震動 那麼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肢體語言的反應 所以可想而知 這真的是他靈魂深處 以第一次莫大的一種啟蒙的經驗 好 這個你們先有一點觀念 我們以後再用主題系統來談 好啦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從這個戲劇的這個三段式的演技模式而言呢 我們前面也看到譚詞的衰亡對不對 也看到所謂的南科夢有沒有 虛幻的 然後呢短暫的 然後呢窮愁潦倒的 那這個歸曲 我覺得在寶釵生日宴上的 這幾齣戲的連結上也似乎看得出來 所以我想這一組呢 我還是把他放在這一個主題裡面來談 他應該是講還是講得通的啦 只是他也許沒有那麼的典型 那現在呢我們請各位再往下看 講義裡面有整理幾個其他有關戲劇的情節 滿微妙的喔 在離開29回之後啊 《紅樓夢》中一直到80回為止 戲劇基本上呢就不被做這樣的一個精緻的運用了 他基本上已經又變成一個很點綴式的 一個草草就帶過去的一種題材而已了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第53回到54回 那是賈府在過除夕 過新年 那裡面也有提到說 哎呀過新年嘛 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喔 所以當然要熱熱鬧鬧的做各種扳演 那裡面有涉及到什麼西樓的樓會啦 還有八出八役喔 然後還有《尋夢》還有惠明夏書 欸 尋夢是不是也是牡丹亭 注意喔 所以你看喔 賈家在正式場合 雖然是才子佳人戲 可是只要是現場扳演的都是合法的 欸 這真的是一定要分清楚喔 惠明夏書其實也是這一類的戲喔 好 可是呢裡面就沒有被做 比較刻意的組織跟隱喻 那第71回的賈母八十受慶更是啦 根本上只是曹曹說 點兩出這個吉祥信號就帶過去了喔 你們回去要把那個相關情節再讀一下 所以好微妙喔 此後29回之後作者就不再 極力的運用這個戲稱的手法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那敘書者 有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一個戲稱的手法呢 有 但是他用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我們整理到 第85回呢 那個是待遇生日 好 你們要注意生日都是重要的節日 所以也一定有戲曲的扳演 好啦 那這個生日宴呢 其實他描述的過程很長喔 大概有兩三頁 我很擔心你們去讀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他其中巧妙的暗示喔 所以我乾脆挑明了講 就是說那天生日宴 那我們林待遇宴就當然特別打扮 打扮得如同嫦娥下凡一般 然後就被大家簇擁著到那個宴席上 然後呢 又帶到個人各式各樣的這個對話啦 然後一些細節啦 然後呢 最後就演戲 好 演戲的時候呢 就點了什麼戲呢 就是首先是兩出的集慶戲文 當然一定要集慶 好 那接下來演的就是 《蕊豬記》中的那一段叫《名聲》 然後再演的是《琵琶記》的《癡康》 然後呢 再演一出是《注法記》的《達摩渡江》 好 那就是這幾齣戲 那當然各位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幾齣戲其實非常明顯 那麼尤其是第一組 就是《蕊豬記》的《名聲》 他演的是什麼戲呢 演的其實啊 就是嫦娥啊 下凡以後呢 那麼就跟那個男主角談了戀愛 結果呢 竟然就樂不思索 不想回到天庭了 那這還了得啊 因為呢 你如果一旦結婚 你是不是就喪失了仙級 對不對 你就不能夠回返天班 不能回返仙班的結果呢 那就是你必須注定老死 懂嗎 因為仙人最重要的特權就是呢 不老不死 可是呢 你如果來到人間 那玩耍一招還不夠這個愜意 還不滿足 你竟然要天長地久留在人間的話 那你就是跟凡人一樣 要注定老死 那這還得了 那你前面那麼龐大漫長的修煉 不就竟負東流嗎 所以這時候呢 觀世音就出面來點畫這個蕊珠 那就是女主角的名字 在凡間的那個俗名就叫蕊珠 然後啊 那麼有一段歌詞就說 內容大約是說 人間指道風情好 就是說這個仙女啊 來到人間啊 那麼就被風情所獲而限逆其中 好 就是呢 人間指道風情好 那麼哪知道秋月春風容易拋 拋就是很容易就短暫就消失掉 那秋月春風就是指美好的歲月嘛 那什麼叫做風情呢 各位就要知道囉 我們古典文獻裡面講到風情 大概指的其實都是指 大概啦 大概指的就是男歡女愛 就是男女的戀情 男女的那一種幸福快樂 所以他說你來到人間 你只以為你現在正在享受 那麼戀愛的歡愉 覺得這個幸福呢 你希望永遠長長久久 可是你哪裡知道 不但青春是一本太衝促的書 幸福呢也是會慢慢改變 那更何況生命也是短暫 會必然趨向死亡 所以你誤會了 現在這個美好的片刻 他不可能長長久久直到永恆 但是呢你被迷惑了 你誤以為只要你永遠留在人間 跟你心愛的人結婚 你就可以永遠擁有幸福 這恐怕是一種呢迷惘 是一種想當然而的錯覺 也是一種人心的貪婪所致 所以觀世音就出來把他點話 所謂的點話就是呢 讓他未嫁而逝 這個叫做明生 明就是他死後 然後他還可以升天 當然前提是呢 他必須未嫁 還不能結婚喔 因為你一旦結婚 那你就呢 已經確確實實就落入這個肉體繁區 好 所以呢 這個蕊豬就在這個千鈞一法之際 然後呢沒有進入到婚姻 然後呢就跟隨著觀世音 就回返先班 好 那就這個故事來說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他跟我們的哪位女主角好像喔 是不是就林黛玉 林黛玉不是也註定要未嫁而逝嗎 何況不要忘記 當我們一開始描述林黛玉 要來參加他的生日宴的時候 說了他的打扮像什麼 嫦娥下凡嘛 那蕊豬又是嫦娥下凡的 你就可想而知 這裡面的對應性太直接 簡直是百分之百 所以這講的是林黛玉的命運 好 可是呢這個琵琶記的吃糠 也很明顯嘛 這個吃糠其實就是糟糠自豔嘛 講的是不是就是一個很閒熟的妻子 這種故事在古代蠻多的喔 大約的模式都是說 丈夫因為打仗或因為追求公民 很長久在外 那這個妻子就守著寒窯 非常困苦 然後呢用糟糠很粗力的食物來維生 可是呢盡心盡力的孝養婆婆 是這類的故事 然後等待這個良人回來喔 等等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那你有沒有發現跟哪位女主角好像喔 就是薛寶釵啊 薛寶釵不是注定在寶玉出家之後 那她是不是就得守活寡 差不多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 女性的情境 那至於達摩渡江幹什麼呢 就跟鑄法記的鑄法有關嘛 鑄法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斷法 剪掉頭髮 那在後來中國的文化語記裡面 指的就是出家 所以達摩渡江就是要來點化主角徐孝克 那麼讓他出家 那有沒有注意到 那就這一齣來講又很明顯 又是量身打造 對應的是哪一個主角 賈寶玉嘛 好 所以就此而言 你會發現敘書者 他也領略到 那前80回的作者呢 利用戲為襯的這一個用心 那他也做了模仿 只不過是他模仿的不大一樣了 他是不是把這些戲的那個寓意 限定在個人上 而不是集體家族命運的暗示了 那我想這個是敘書者 他若急又若離 然後又模仿 但是又有一點這個背離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呢 我想整理說來這個戲稱 果然就蠻特別的 那你也可以看出來原著跟敘書 他們確實是有一些不同 那這個我們為了趕時間 我們就簡單交代到這裡